好,我要深化教育品质,促进教育环境的共同进步 花莲县教育处23号在宜昌国小的活动中心 举办112年学年度,出任教师回流增能研习的活动 教育处也呼吁出任教师攜手合作 为花莲教育专业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创意 共同来实现花莲教育的优质发展 花莲县一12选年度出任教师回流增能研习 花莲县教育处23号并记有150位教师 其余在宜昌国小活动中心办理研习启动教育的新思维 县福教育处代理处长翁苏文表示 希望透过研习活动来勉励和祝福出任教师们 同时也为大家加油打气 去年的8月份经过教师征选进入我们花莲教育现场之后 经过一学期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环境 那我想不管是在教学上或者是生活适应上呢 都经过了一学期的一个体验 那今天呢特别办理回流研习 也希望让老师能够做一个经验的交流分享 还有在教学策略上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精进 那今天上午的课程呢也特别安排了情绪适应的一个课程 那主要也是因应整个的一个教学环境的一个变化 那老师的一个课室管理的一个能力 还有自身的一个情绪管理的能力 都相对的一个重要 所以我们呢也特别在今天的一个回流研习 除了教学的一个策略教材教法精进之外 同时也秉重老师的一个情绪适应的一个管理课程 华林线政府教育处表示 幸福积极推动多元教育主题 包括智慧教育、双语教育、SDG永续发展目标 本土语文教育、徐农教育等等 也实现自身的专业成长 同时华林线今年来教育方面的优化以及革新 致力于实践公平正义的教育政策 以缩小城乡差距 达造优质学习环境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记得终于讲道